向這裏拿 輕輕地拿 很小心地拿 花粉大起來就不要那麼尖 輕輕地切下去就可以了 輕輕地切 輕輕地切 做好之後 我們也是先割花心 如果不割花心 割好像割 就變得很容易弄爛的花粉 很小心地切 做好之後 然後拿刀輕輕地拿出位子 出來 我們用手的刀輕輕地切 輕輕地在這裏 拿一個位子 輕輕地拿出來 整個位子就均勻一點 還有那些花粉是薄的 如果不薄的話 就變得不太立體 沒有太好看 刀尖和刀尖摺 很小心切 切得稍微切 切的時候要均勻一點 因為不均勻就變成拿下飯的花飯就會拿爛 接著這杯慢慢收平 收平了杯 收平了之后我们再收斜的杯 这个花的杯就是由上至下变下来的 轻轻变下来下面 轻轻地在这里再这样切 轻轻地切 长身的 轻轻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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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时候要很小心 通常这个方法就是由大二饭至大五饭 都是这样做的 位置就比较不暖 做好之后就在这里再收收 如果不断的话可以很小心 这里卡着就变成不断了 做好之后我们在这里切断了 做好之后我们在这里切断了 做好之后 这个花就完成了 向日葵